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某些SJW團體 出征騷擾完霍格華茲傳承的實況主們 其中也弄到了VTuber身上 最近也傳出了令人難過的消息 大家好我是米甘 原本最近打算要做某部動畫的吐槽 然而前兩天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直接打斷了我所有思緒 沒錯就是沉疾了一兩個月的VTuber Amano Pikami 宣布自己將在月底畢業 而且並不是用直播的方式 而是直接發一支短片和公告告知 然而這其中的原因居然又和那某團體有關 OMG 前一陣子我有做過一支影片來講過 近期發生的SJW相關的事件 而其中霍格華茲的傳承 裡面的事件更是鬧得非常大 也和今天的畢業事件有相關聯性 這邊還是先來解釋一下 霍格華茲的傳承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簡單來說就是之前哈利波特的作者 JK羅琳 發表了支持 不應該讓沒有動過完整手術的跨性別認同者 能夠進入女更衣室或女性廁所 以及對於那些團體人士 使用來月經的人 稱呼女性的方式表示反對 然後就被認為是 反同 恐童 沒有任何討論空間 於是整個社會風氣的正確 就開始抵制 JK羅琳 以及接下來要推出的 霍格華茲的傳承這款遊戲 但很好笑的是 哈利波特系列的小說與電影 好像比較沒有在抵制的範圍內 把出演哈利波特系列的演員們 也被迫選邊站 當然站在JK羅琳那邊的就是會被炮紅 JK羅琳也變成不能說的那個人 而會抵制霍格華茲的傳承 可能不只是因為JK羅琳的關係 可能也因為當時負責該遊戲的主設計師 有引起一些爭議的緣故 但他之後也離開了該項目 然後那些團體就一直攻擊這款遊戲 直到遊戲上市之後 還發起抵制這款遊戲 以及抵制在Twitch上面直播該遊戲的實況主們 包括VTuber 甚至還有人寫出了一個程式 讓你可以直接知道哪些人直播過這款遊戲 進而引流去攻擊他們 真的是吃飽沒事做是不是 這些事情上次都聊過了 為什麼現在又要重提呢? 主要就是有幾位VTuber 受到了這次事件的攻擊 對 攻擊 其中之前比較多人注意到的應該就是 歐美VTuber Vshoujo裡面的Solverville 因為環獲格華茲的傳承 以及因為Twitch上面的雨色 會阻擋某個跨性別字眼的標籤 導致出現很多的批評與謾罵字眼 不僅僅是Twitch直播聊天室 連Twitter上面 都有不少該團體的人指責他批評 以至他後面直播到哭 另一方面就是這次的主角 Amano Pikami 關於他 我會在畢業前做一支影片來介紹 這邊簡單講一下他是誰 簡單來說就是由 一位V家影片的知名製作者 Gyari提出的 Vomus Project 的VTuber企劃 其中的主力就是他 Amano Pikami 平常的直播感覺非常的活潑 混沌又帶有汛炮的屬性 玩遊戲時各式各樣的名場面 也變成了迷因製造機 再加上他不管是日文還是英文 都非常流利 以至他不管是日本還是歐美 全都有非常高的人氣 也跟彩虹色Hololife Holostar 總長Ksong等等的 都有連動過 是個非常有人氣又厲害的VTuber 而在今年1月8號最後 跟總長Ksong連動直播之後 除了會發推特以外 就沒有其他影片的消息 然而時隔一個月 2月初在推特發出預告要玩 霍格華茲的傳承 正當大家在期待他復出直播時 就有一群人針對那推文 批評謾罵 最後導致三文三直播室 連直播都沒開了 在那之後就一直沒消沒息 連推文都沒有發 而3月1號終於發影片 大家以為要復出時 結果是個非常自視化的 畢業公告宣言 以及官方也發出了畢業的公告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會把矛頭 直接指向霍格華茲的聲討事件 雖然確實有可能他前面就已經有 身心因素的影響 而放置了一個月的時間 不過中間至少還有發發推文 與粉絲聊天 然而在2月7號公布要直播 霍格華茲的傳承之後 連推文都沒發了 你要說兩者沒有關係嗎 嗯 可以確定的是 當時他還有要持續直播的意思 但是在那次事件之後 這中間沒有任何消息 一上來就是畢業宣言 這要不引人聯想很難吧 而且如果站在他們的角度來看 一定也會認為是他們的勝利 成功用自己的言語霸凌 逼走了一個Vtuber 一邊是用可愛活潑的風格 帶給人們歡樂 一邊是到處去騷擾別人 用自己的觀點與立場 不斷去批評人造成他人困擾 用這種方式只會讓他人更反感而已吧 當然現今已經有很多的創作 已經受到影響 但是相對的 反彈的聲浪也越來越多 而且還有個問題 那就是不管怎麼做 他們都不會滿意啊 像是霍格華茲的傳承 他在遊戲性裡面已經表達了 各式各樣對種族 對性別友好的內容 但他們選擇視而不見 一直去批判某個點 而且是跟遊戲毫無相關的點 再加上那些團體那些人士 要有多少是真的該出群的人呢 有多少是自以為正義 自以為去幫他們說話的人呢 而且有些是真的跨性別 真的是同性戀 出來說有一些中立性的話 甚至是指責他們的行為 還會被他們攻擊 被他們謾罵 而且在許多行為上面 他們也是完全的雙標作風 還有個問題就是 皮卡米嚴格來說 算是日本那邊的Vtuber 怎麼用歐美的風氣來看日本人呢 而歐美那邊的創作群體 對於這次事件 不論是前面Vshow9那邊 聊天室被鬧 或者是這一次皮卡米的事件 也都有不少人為他們抱不平 畢竟他們那樣完全不講理 這幾年來SJW的相關行動越來越過分 究竟還有多少能夠自由創作的風氣呢 這一次的皮卡米事件 有一些人會說 他可能原本就想畢業了 只是剛好穿插了這件事 或是有一些人也會說 啊就不要看留言 不要看聊天室不就好了 就像前面說過的一樣 從他原本還有要直播的這個跡象來看 是非常有可能是最後一根稻草的感覺 再來身為一個創作者來說 很難不去看留言 同時也會在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 有時可能只因為一則負面的留言 心情就會不好了 更何況是被喜瓶謾罵呢 距離他要畢業還有一段時間 而這段期間他也還會在活動跟大家互動 像是要大家發文說他胸部很大之類的 動畫師Kanauru 也有將之前做的影片合輯來紀念他 接下來也只能珍惜他每一次的直播時光 以及祝福他之後的發展順利 那麼這支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點讚、分享、訂閱以及加入頻道會員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提出建議以及討論 那麼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